这个七十岁老人正在学跳芭蕾 摆好步子 手缓慢向上举起 脚尖紧随其后 可还没维持一秒就不行了 他觉得一定是袜子太滑了 脱掉后他再试了一次 这次多了两秒可依旧难顶 果然人还是得扶老人 但他偏步 这不又试了一次 这次他摔了个四角朝铁 把老伴吓得够强 原来这是老师给他的考试 只要保持这个姿势一分钟 就收他围图 你可别以为这很容易 没有芭蕾基础的 根本不可能做到 更别说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了 所以这是个无解的四体 但他们还是轻视了老人的决心 第二天一早 老人就开始锻炼 先是跑步 跑不动了硬撑着 然后是举铁 举不动了再来 甚至连吃饭都要用脚尖点地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明天就是验收成果的日子了 老人心里有点慌 他握着家里的栏杆试了试 结果连十秒都没撑到 他心里琢磨着要不放弃得了 可第二天还是去了 跟昨天一样 十秒钟的时间 老人就开始打斗 整个人颤颤巍巍 老人觉得他一定撑不过半分钟 可过了半分钟 老人依旧是那副摇摇欲坠的样子 直到结束 老人惊呆了 他好奇地问老人 为什么这么想跳芭蕾 老人说 原来他从小就喜欢芭蕾 那时的他总是一个人 偷偷跑去戏院 站在门外 看着里面的人如蝶起舞 他幻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这样 父亲断了他的念想 穷人家的孩子要实际一点 就这样 老人幼时努力读书 青年为了养家糊口拼命工作 直到现在 七十岁的高龄 他终于有机会追寻梦想 这天 他正好路过一家芭蕾舞室 看着那高王优雅的舞姿 他再也压抑不住那颗躁动的心了 起初老师是拒绝的 但老人每天都来 把整个教室打扫的一尘不染 老师心软了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但现在加入舞蹈时 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必须照看好 他面前的这个年轻人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年迈芭蕾舞者 小肚男一挺一挺的 小宋也没见过 他很不客气的替老人做拉伸动作 先是三十度 老人疼得闷哼出声 接着是四十五度 老人气出徐徐 最后是六十度 老人不行了 整个人都满了 虽然专业上不行 但为人处事的功夫 老人可是一流 无犯 他发现小宋不喜欢吃胡萝卜 便悄悄用小本本系上 日常父亲 老人会疯狂夸医生 让医生对小宋更加上心 就连厕所没纸了 他都会贴心的送上 早晨还提供一对一教训服务 这样的老头 谁不烦呢 小宋烦透了 接到电话就破口大骂 结果发现是饭店老板的 店里临时需要一个送外卖的 小宋暂停了 结果正好遇见老人在店里吃饭 老人立马接过重担 这要是发生车祸了怎么办 小宋让他别闹了 一把年纪了 还送什么外卖呢 谁知老人相当专业 别人送一单的功夫 他送几单 很快就到了最后一单了 二点这单的人 是小宋学生时期的仇人 两人甚至动过手 一进台球厅 气氛就剑拔弩张 小宋要他给钱 黄毛直接用筷子砸他头上 就在即将动手的那一刻 老人赶来喊住了两人 他三言两语 就把对方的脾气说没了 还说暴力有啥用 不如来比比台球 小宋忍不住叹起 觉得这老人持着金要丢脸 谁料 他一干一个准 三两下就把黄毛打倒了 然后带着小宋离开 楼梯口爬上小宋先走 说自己忘拿手机了 说完 他就找上黄毛让他给钱 门外小宋将一切听得清清楚楚 回去的路上下雨了 两人在雨中骑着电车 小宋突然觉得 眼前的老人好像各个方面 都有着超越自己的成熟稳重 面对梦想的不放弃 浴室的波澜不尽 与自己截然相反 原来小宋的家庭很不幸福 妈妈不见 爸爸入狱 强大的冲击让他对芭蕾的爱变得消沉 老师都骂他 没有感情是无法让观众共情的 第二天 小宋生病了 老人去照顾他 林总还留下了一锅牛肉粥 但小宋根本不想吃 他拉开冰箱 里面有所有他不爱吃的食物 全部细心的贴着便条 青梅汁是治感冒的 胡萝卜是补充维生素的 小宋感动了 自从爸妈不在乎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温暖了 他彻底了改变对老人的看法 而老人却从那天起 再也没来过教室了 奶奶正在打扫老伴屋子 意外的发现了一条布属于自己的库库 他问爷爷怎么回事 爷爷告诉了他自己想学芭蕾的事 奶奶极度反对 说别给孩子们添乱了 别说别用剪刀把衣服剪掉 爷爷摸着被剪成碎布的芭蕾服 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 深夜 他一个人坐在舞蹈室发呆 正好遇见来练习的小宋 他将老伴反对的事告诉了他 小宋问爷爷是否会因此放弃 爷爷想坚持 因为他从小就被人反对着 从来没有试着去追寻一次属于自己的梦 说着小宋拿过爷爷手机 让他摆那个当初耗尽力气 占尽了一分钟的姿势 接着拍下照片 让爷爷上传 过一会儿全家炸锅了 连忙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不满的声音到处都是 他们都在说别这样吧 老大不小了 让人省省心吧 没有人在意老人的想法 包括奶奶 只有爷爷还在舞蹈师一天 奶奶就不理他一天 隔天 爷爷的儿子甚至跑去舞蹈师骂人 爷爷得知后终于放弃了 因为去找上的是大儿子 爷爷年轻时就因为没能力 交不起大儿子的学费 导致他辍学在家 但没有芭蕾的日子 实在太枯燥了 就好像吃饭没了爷 这天 爷爷在房里穿着芭蕾服照镜子 意外被大儿子撞见 气氛瞬间变得微妙 大儿子直接开码 刚从外面回来的奶奶听见忍不了了 用刚买来的菜直接砸她头 第二天一早 奶奶松口 这一次他支持爷爷追梦 人的一生很短暂 有些梦不去捕捉转瞬即逝 爷爷这一生都在幻想自己起舞的样子 但直到七十岁的高龄 才有机会去逐梦 如果你对生活还有梦想 请纵情燃烧 愿你能在想要的时候 如蝶翩翩